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核桃 然后呢我冲了一些麦片 里面放的是牛奶和葡萄干 顺便甜食就是这个豆乳味花 鲜花饼 这个是紫米酥 这个是那个松露巧克力 这个挺好吃的 这是咖啡味的 这个是好吃的 这个是西瓜 那我们开始吧 我们还是先吃巧克力 放着它花 先吃这个 哎呀我该先手指甲了 我错了 我却没先手指甲 我先把它拆开 这个是白巧克力 里头应该是有些料吧 碎片 哎 张嘴 要不要吃 吃不吃 吃不吃 想不想吃 哇好甜啊 喝口水 昨天 哎 昨天不是那个乘风跑浪的姐姐们第四期吗 第四期出来了 我第四期居然看着有点跑神啊 我觉得我这个 我可能对他的激情有点消退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最近这个drama太多了 就是播出很多那种不必要的东西 我其实原本只是想看他们就是开开心心的组团 做好玩的事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太无聊了 现在 而且黄龄上次居然排名投票是倒是第二 这时候我很生气 对我也是个小粉丝呢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是咖啡味的 巧克力味很浓郁 然后又带着那个很浓的咖啡味 稍微有一点点苦 我其实我不怎么喝咖啡 但我觉得这种咖啡味我可以接受 就好比那个伊利不是有一个苦咖啡冰棍吗 雪糕 哇特别好吃 以前还很便宜 这个就是燕麦 燕麦片 稍微有点烫 稍微有点烫 好了 容易化的吃完了 我们就不着急了 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现在的这种比赛形式 就那个成王鹏的姐姐们 首先他还要淘汰 然后投票 我感觉一点都不可信 我室友就说 你就当个玩意儿看就是了 这就是资本的游戏 里头谁会被淘汰 谁不会被淘汰 有可能签合同的时候都定了 但是我就不愿意信 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之后吧 我看这个东西我就没有乐趣了 吃一个冰冰凉凉的西瓜球 我为你们专门弄它 我吃西瓜不喜欢抱着看 或者用勺子块 我喜欢先把它切成块 或者是弄成这个 冻起来 这能把你们晃晕吗 看我之前就是追的特别开心 但是呢 所有的人都跟我分析 然后就说 谁谁谁是带自己进组的 谁谁谁是代言人 就当我看清楚了 这些条条 条条 逛逛之后 我就突然间不得好没意思 哦我错了 我们再吃一块吧 我们有的是习惯 没有关系 我要把那个捡起来扔了 这种心态就很奇特 就是明知道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 还要过圣诞节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明知道他这些东西里头 这些东西里头后面肯定不是说那么纯粹的 就是单纯的就是比赛选啊什么的 但是我其实是愿意装作不知道的 除非有人告诉我 我觉得这一箱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核桃 我是过年那会儿当时不是买了一大批巧克力吗 我当时买了一箱核桃 那个是个小箱子 二斤吧 好像是一斤还是二斤的箱子 核桃 我居然每天早上吃一颗 吃到现在都没吃完 我在想 那个核桃是不是里头是个无底洞 那个箱子 还是说我偶尔早上会忘 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 反正现在再看就没有那么大的乐趣 我都不是特别想看了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有的东西 有的东西 比如说像我之前说的 看书写字啊 写作啊 看球啊 爬山什么的 它很自然的 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就比如说 录视频 我其实也很有耐心 长性的人 但是像这种 比如说来的快的 就是我突然间特别喜欢这节目 它去的也特别快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对不对 什么东西都这样 作用力反作用力 有的人 你特别喜欢 第一眼看到就爱得不得了 但是很快就对他没感觉 咬着吃完这声都好脏啊 全部都是碎些 我看那个网上七八说已经开始招人了 就是不是招人在宣罢了 今年悠悠奇葩说 看了我就担心这个节目没了 你知道 昨天跟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朋友 在在那个 就是软件上认识的 年龄相似吧 然后 他就 他就挺热情的 然后就想要说啊 那我们想跟我聊一聊 因为前几天认识他 就语音 语音聊了一阵 就是他的想法就是跟我很像 我觉得可能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 会有类似的想法吧 我们俩就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以前啊 比如说找对象 那个时候就是飞黑几百 就跟现在大多数人一样 比如说他跟你聊 如果他发现很喜欢你 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我很喜欢你要不要谈对象 就是那种 觉得三分钟就要把它给定下来 如果谈不了对象 要不然就是说 那我们就预约 就特别没有耐心 我以前也有过这个阶段 就会觉得聊天有什么意义 多聊天也是浪费时间 要不然就确定关系 要不然就只该干嘛干嘛 但是我现在不会啊 现在我的反应 我就特别想把这些人给摇醒 你知道吧 我就想摇着他们的肩膀使劲摔 我就想说 哦对 前几天就是一个例子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跟我聊天的人 他就是这个反应 他就是说 嗯 我很喜欢你 怎么样 愿不愿意叫我 我就说 可以先从朋友开始啊 他说为什么要先从朋友开始 我就说 呃 就至少先认识 熟悉 能够聊起来 成为普通的朋友 这样才说明 有得了 而且就是慢慢的 有感情基础了 以后 谈的时候会更容易成功吧 而且成了之后不太 因为有 有了长时间的积累和感情基础 不那么容易破碎 说扔就扔了 这有些 麻辣 炸菜 他就说 OK 那怎么成为朋友呢 嗯 我就说 就先 正常的交流啊 嗯 我就跟他笑着说 我说 那 那 你想想你 跟你现在身边的人 是怎么成为朋友的 他就还是闹不明白 这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因为这个 这个人 他在现实生活中 他那个工作什么的 一看也是一个 不能要比较成功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在社会上 他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工作也不错 可能 那个工作跟 跟人交流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呢 好像就是 一登上这个软件 他就自动的屏蔽掉了 自己的很多功能 聊天的功能 社交的功能 就不用 就是我就会觉得说 啊 这就是赤裸裸的 那就是找 找对象就找对象 他就觉得说 很多其他的社会功能 都不需要了 我不知道 这么说 你能不能理解 或者说 我也没有说清楚 他就是很难理解那种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比如说 你跟一个同事 或者是一个 一个人 因为某种原因 经常处在同一个场合 慢慢的有一天 突然间觉得 哎 我们俩好像有挺多可聊的 甚至有一刻 哎 突然间觉得 对这个人有感觉 我觉得这种就比较 来的自然 而且有感情基础嘛 你 我 我就 我就想说说 找对象 就是特别严肃的一件事 不能叫特别严肃 就是说 怎么讲 这个 你以后可能要跟你 共度很长时间的恋人 比普通朋友要重要吧 既然他比普通朋友都要重要 那你要付出的努力 或者是经历 或者是产生这段感情 所要所需要的基础 肯定比普通朋友要高吧 怎么可能会几句话 看两张照片就能定下来呢 但这种东西呢 又不是说 一句话能说清的 感觉我跟每一个 对我感兴趣的人 我都得重新说一遍 喝别人来 还好主要也是 聊天的目的 抱着聊天的目的 来用这个 也没有特别的 有什么期待 所以这个就很有趣 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的 一个现象 就是至少在我们 这个群体里头 就是 就是他虽然是抱着 有的人真的觉得 自己抱着很虔诚的态度 来 交友找对象 但是他会 他会好像莫名其妙的 就是大家一用这个软件 自动的就忽略了 就是这也是一个人类社会 就任何的关系 也是需要 就是靠日积月累 积累起来 就觉得好像已经变成 这个地儿就是 符号化 就是一张 几张照片 或者是几句介绍 就能说明白了 你们知道我买了几袋吗 我这次又买了三大袋 一袋里头有几十块 就是有紫米的 小米的 各种各样的 南瓜的什么的 这个素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合我的口味 就是很酥脆 然后又很甜 如果可以味道稍微不那么甜就好 我觉得这些甜食的问题 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问题 就是都过甜 其实不需要那么甜的 想不想吃 里面因为还有一些熟的那个花生 就特别香 好热啊 我要把衣服脱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露肝与曼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喜欢露肝与曼吗 因为你们就不用看到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哈哈 你们不要想象 想象了会长真眼了 我昨天还在跟我室友开玩笑 我跟他说 我一般不会跟他聊这个 就我之前说过 就是我们俩不怎么聊 就是钱相关的事 因为他最烦别人跟他聊这些金钱之类的东西 他就觉得很没有意思 所以我也养成习惯了 我就不说 但是昨天呢 我就非常正中气势的跟他说 我说 我说今天是7月3号 昨天我跟他说 今天是7月3号 我说你记住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要么是一轮大牛市的起点 要么是中边 这个是绿场 超级甜 天死我 今天接着吃排骨 这本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但是现在对我们俩来讲都比较痛苦 因为我们那个冰箱啊 那冷冻仓就三个小抽屉 所以里面冻了 我本来要我冻很多绑冰啊 其他的一些 船啊什么的东西 所以那个空间不是很大 他把他那个肉都塞进去之后 我就完全没法拿东西了 所以我就 威逼利友 让他天天吃那个猪肉 那猪肉巨肥 你知道吧 特别肥 他肥到就是那个五花肉 就比如说一块五花肉放的这么厚 里面可能就这么一丝是瘦的 现在却是肥肉 就受不了 根本没法吃 有的是已经提前就是蜜蜂弄成馅儿了 馅儿的话至少看不到嘛 你会觉得它很肥 但是就是 这样还是抚拼项目的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谁也不知道 看特别好的东西 也不会放进去吧 我感觉我刚才在说一件事 我忘了 oh what is it whatever 不重要 这个味道也不错 有那个豆乳的香味 问题还是有点甜 我当时买了一箱 里头有五袋还是六袋 就这种 豆乳味比较小 这个也不太适合热天吃 因为里头的 它那个像奶油一样的东西 就有点软 这是什么 我不认识 日语我这辈子应该就学会了 我都不愿意背 我都不愿意背 背单词 新的两名 新的两名我到现在都不认识 这是哇吗 还是哈 什么什么哇 咖利还是咖利 我都不愿意背 西 这是 以前可搞笑 以前当时那个 有一阵 我上大学的时候 还是刚毕业的时候 有一阵 有一个网 有一种网站 特别火 叫技能交换 我当时就是技能 想技能交换 你知道 我要用英语换日语 古诗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 它不是完全的赌博 但是呢 它会让你有一种 有这种爽感 它的爽在于 就是有点像 看足球比赛 有的人不理解 说足球比赛 为什么有的人那么疯狂 你看如果说是 网球 不是篮球 他就经常进球 对吧 足球一场比赛 可能进不了一个球 可能就是因为 进不了一个球 所以进一个球的时候 就会特别爽 故事里也一样 一年 大概有95%以上的时间 你都是过得很郁闷的 它就是 跌呀 震荡呀 但是呢 就那么5%的日子里 它真的在涨 你就能爽到高潮 就那个感觉 就是乌一伦比 可能就是因为 这个有的人 就是怎么都离不开 我现在也不是说 对这个A股 没信心还是什么 就是没信心 说白了 觉得又富上墙的 拦你你知道吧 所以这两天 就是 行情好一点 就回了点血之后 我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 我 我减仓 然后减了两成 其实 有的人会说 炒股最忌讳的就是 就是 刚够本 你就走 就是你炒股 不是为了那个 解套的 就是比如说 一般你买进去 它会跌嘛 跌完之后 你就被套住了 这个时候 有的人呢 就是当那个股 刚刚回本 他就会觉得 哇 我天哪 我得走 好不容易回本了 就是编程 大多数人 炒股是为了解套的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 你要有耐心 炒股不是为了解套的 嗯 我以前就是死拿着 但是死拿着 我发现了 这个A股 这个问题了 就是 它动力不足 然后上面这个 干预太多了 就是不愿意这么 让你那个 长疯了 说白了 就是野孩子 你就 我就想让你 天天待在家 什么事都没有 我不希望你好 我也不希望你坏 你就给我待在那 别闹事就行了 能理解我这个 就是这种状态吗 所以呢 它会 就是会干预 所以 我其实对于这个东西 现在 我抱的心情 就是说 我得改一改 我 如果说 比如像现在 虽然那个点位 不是很高 真的不高 就是这十年的平均值 你知道吧 但是其实很多人 就跟我的心情一样 就是说 差不多 应该就会来干预 或者说 差不多 就 就得 就得跑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 长一点 我就捡一些舱 长一点 我就捡一些舱 这样以后再跌回来 至少我有一些收益 是锁定的 像去年跟前年 就是怎么涨上去了 怎么再跌回来 就不能太贪心 我们真的不贪心 说实话 我们 我们A股的韭菜们 现在都根本就跟贪心 都 沾不上边 我们就是 只要不要被 被割得很惨 就行了 要求真的很低 就我们的要求 不是说 你让我过好日子 是你打我的时候 别打得太狠 就成了 哎呀 时间太长了 刚才录了 嗯 好 今天就到这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我们下次再见吧 Leave Lawn Passport 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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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